禮拜的重點大概就是在有關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也是延伸性延伸樂透採的資料下載 那主要我們是假設找到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其實裡面當然除了大樂透之外 還有像什麼威力採還有像大福採 那這個網站特別注意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頁數 也就是一堆的這個網頁 那如果說你將來遇到這樣一堆的網頁 那如果你希望快速的把這裡面的資料 快速的把它這個下載到Excel的話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提到有關這個 你可以先觀察一下它這個網站 基本上會傳遞一些參數 所以以後的話只要看到這個網址上面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程式 後面一定會加個問號 問號的話後面會帶哪些參數 然後提供什麼樣的這個資料 然後後面如果還有第二個參數會加一個AND AND第一個 那第二個 那也許呢如果還有的話 它也許還有AND第三個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這其實在網頁裡面還蠻常遇到的 所以你可以觀察一下上方的部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可以把這個網頁裡面 的每一個 1到61頁全部下載的話 那我上個禮拜講過 第一步你可以先把這個資料呢 先做錄製劇集的動作 那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錄製劇集裡面會用到一個功能 資料裡面的從web 那這個從web功能 主要就是如果你今天的資料是在網頁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只要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網址裡面的東西 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大部分呢 局限於在這個就是它的table 就是它的表格上面 那不過呢還有一個部分 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那個版本 如果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是最新的 2019也就應該是Office 365 那它錄下來的那個程式 跟舊版的不太一樣 那新版舊版比較之下 其實反而呢 相對當然舊版感覺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我上禮拜講過 你們可以利用那個舊版本 我錄製下來 那錄下來的東西 它會長這樣子 一堆的程式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有很多的這個 那個程式其實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呢 把絕大部分的那個程式把它刪除 包含像從哪邊 從Distance以下 大概就留三行而已 就這兩行 跟裡面有個Refresh 主要是這三行吧 那其他的程式 其他的那個程式都可以把它刪掉了 OK 這三行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了 那主要 你想說老師怎麼會知道說這些可以刪除 主要 其實你將來如果說遇到 有些地方假設 你不太清楚 比如說像這個Quitable 這個物件你不太清楚的話 那你可以按那個F1 它其實裡面有那個 官方的說明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我就是一個一個的屬性 這個其實就是Quitable的一個屬性 叫Web Formatting 那當然從字面上有的時候可以猜出到底這個屬性你是否需要 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按F1 F1它會跳到那個 微軟的官網上面 它跟你講說這個是一個Quitable的這個物件 它的一個什麼屬性呢 叫Web Formatting屬性 那裡面的話呢 主要是決定什麼樣 能做什麼事情 還有呢 它的相關參數 它有的時候會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這個連結給你 那有的時候你可以點選它裡面的這個連結 你就知道說 這個屬性呢 你可以有幾種的設定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OK 它主要有三種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不要帶任何格式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給這個就可以了 OK 那也就是每一個啦 其實基本上每一個 我都把它做 做那個F1的 這個有沒有 按F1 它會跳 像Web Tables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跟你講說 其實 就是 它有時候寫得太 太 太英翻中了 等於是說翻過來 它等於意思是說呢 會入那個網頁裡面的一個查詢表 其實就一個Table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在閱讀上面的話 大概把重點讀一下 裡面的話呢 它代表什麼意思 它裡面有相關的說明 OK 那當然呢 你如果不用那個CrewTable 舊版的方式 來下載資料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最新版的 來下載資料 也沒關係 但是還是要做程式上的修改 也就是說 就是錄製完劇集之後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那修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拿來加上一些我們要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錄製劇集的話 其實只有一個網頁 那如果要下載全部的網頁的話 那其實上個禮拜我們就做了幾件事啊 第一個 for i 等於1到61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做61次的意思 下載第二頁的意思類推 那也就是說下載喔 它這個執行完呢 就會全部1到61頁全部都把它下載下來 那當然以後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找類似的相關網站啦 其實蠻多的 這相關只要 大部分都是改其中的某一個字 OK 那你只要把這個字給變更了 它就可以幫你把 不同的網頁裡面的資料給帶回來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下載 還有第二個部分 需要注意喔 在哪個地方 第二個 所以第一個是這個 In-page 等於1到61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放在哪個distention 就是它下載之後的話呢 應該要把這個資料呢 幫你放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那預設是R的這個 預設是A1啦 A1 那可是呢 將來當然第一頁以後的 我們應該往下放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用了一個這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假如說A1裡面是沒有資料的狀態 那我R等於1 就是說從A1 開始幫我下載 那等到你A1裡面有資料 表示你已經下載第一次了 那之後的怎麼做呢 你就向下追蹤吧 OK 那向下追蹤之後的話呢 記得要把它加1 因為追蹤到是那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那把它加1列就下1列 大概是這樣邏輯啦 OK 其實這樣的邏輯 其實這樣的邏輯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 當然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不要塗髮練鋼 有61個page 當然我們不要一頁慢慢複製 那缺點當然很花時間 OK 那當然做完之後呢 當然就不是全部都OK 下載完之後的話 其實還有蠻多地方 需要做調整的 包含哪一些 下載之後的話 每一頁上面都有這個東西 要把它刪掉 另外的話呢 每一頁這個每個資料呢 它的日期格式也不正確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怎麼樣把日期格式全部都做正確 其實主要2020的部分應該沒問題啦 主要是2020以前的 這個日期格式要全部正確 這個我上禮拜有講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上禮拜的部分 那最後還有哪一些呢 還有就是說 怎麼樣把那個1到6號 把它切開來 有沒有 切開來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這個 ECL裡面的 資料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資料剖析這個也可以啦 不過你會發現 資料剖析的話 程式錄下來的話非常冗長 那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VBA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SPRITSPRITSPRIT 其實還蠻容易理解的切割 那切割什麼東西呢 把痘點部分割開來 然後放在某一個範圍裡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程式部分的話呢 雲端上其實也有啦 所以各位可以再自行參考一下 所以剛剛資料剖析有沒有 這個SPRITSPRITSPRITS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蠻多地方 只要SPRITS一下就OK了 當然如果你不會啦 你就用所以擴隱 但是也無法 只是說資料剖析 錄製下來的程式這麼長 我把它寫在這邊 那你可以用錄製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 錄完之後至少就一堆程式 那如果你用Splitter的話呢 它只有一個回圈加上一行程式 那當然的話以我的習慣來看 我一定喜歡還是寫比較精簡的 只是說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了解 最後的話把這些動作再刪除B欄 再把全部的程式一起執行 總共有7個副程式 那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 一下就可以把它全部下載下來 所以假設我們要把它下載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直接去 把這些程式全部都集結之後按個執行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大概Run一下 大概不會超過10秒鐘吧 就可以把資料給下載下來了 OK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再做什麼呢 把那個多餘的 這個 列去掉 然後呢把不要的欄 不要的列給去掉 並且增加上面的這個1到6號 然後呢把它剖開來 OK 不過可能有一個地方哦 你們要特別小心 哪個地方 因為我用的是Splitter Splitter是切割文字的一個函數哦 所以你會發現Splitter完之後的這個資料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它Splitter完之後的東西有沒有 它一定是什麼呢 形態是什麼 文字哦 有沒有發現 它切開來的話 它會把0保留 欸01 為什麼01 因為它是文字哦 OK 所以哦 你這樣要統計的時候哦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它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假如哦 你要統計的時候 你需要是數字的話 你可能要把它轉型哦 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那會發生問題哦 比如說哪個地方哦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這個是上個禮拜部分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延伸哦 再做那個統計名次的動作 所以哦 OK 那要做哪些啦 第一個 可能要請各位自行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A欄的地方哦 增加一個欄位叫編號 那裡面的話就1到49號啦 反正我們就1到48 少一個 那你就輸入1嘛 然後往下拉就可以了 記得按Ctrl鍵 Ctrl鍵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往下拉到第49 50這裡 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了 往下拉哦 按Ctrl鍵它就自動會幫你加1號啦 OK 或者哦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還有一個方法 你就輸入1跟2嘛 然後把這兩個選起來有沒有 這樣它也可以算出兩個相差幾 你向下拉 拉到50 這樣也OK 哦 然後呢 第二個欄位的話是機率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了 好 然後機率是多少 機率還記得吧 樂透彩一樣嘛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Count if 還記得用那個Count if嗎 然後配合什麼 Count 裡面有幾個數字 然後把排名算出來 最後的話呢 得到前期名 應該有印象嘛 這個是上禮拜講的 那最後再結合VBA啦 VBA的話就是一鍵按下去 統計出來 然後清除 有沒有 OK 然後把它格式化 前期名的顏色 前期名的清除 最後把前期名列在這裡 看得出來哦 歷史資料 這個是完全正確的哦 有些大樂透 大樂透的開獎的歷史資料裡面哦 可以知道呢 這個前期名的這個號碼分別是1號 2號 8號 跟11號 31 36 還有41 但是哦 這個開獎的順序哦 它不是按照1到7哦 它是按照什麼 按照編號先找到 先放過來 當然 我有講過啦 如果你要按照1到7的話 那程式又要多一個J哦 只是說怎麼寫哦 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打開來 做個複習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針對哦 後面的資料呢 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其實也就是 把之前的那個 樂透財的那個範例哦 又做一個簡單的重點回顧 OK哦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禮拜的部分哦 稍微打開